小猫 哎 这边 在哪里啊 这里啊 盖餐啊 哦 做什么餐啊 多了你也不知道 你别来拿我的菜哦 放心吧 这里都发芽了 是啊 种了一点葱跟蒜 小黄 我们结婚吧 我不想再等了 毕竟我都大生30年了 我不想再这样子等下去了 再这样子等下去 你就嫁给别人了 结婚 对 结婚你考虑过没有 毕竟我们两个呢 我感觉还不是不成熟 条件不成熟 条件怎么不成熟 你愿意我愿意 直接拿着户口本去办理结婚金就行了 问题是 我们父母又没见过面 我妈也没去过你那里 而且我们这里要媒婆的 又没有媒婆 你叫谁做媒在中间 不用不用 又不是相亲的那种 我们是自愿自己应识的 自己互相了解的 没有那么多规矩 我们这里都要媒婆的 你们是你们那里 又不是相亲的 要什么媒婆 小勇啊 其实当事很好的 你没必要这么急着结婚 这么急着结婚干什么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你跟我说 找个像你这样子就已经不错了 好像我很差一样还不错了 我也不差 我差吗 我没有说你差啊 我就是说 我们尽快去办理结婚证啊 哎呀我呢这边 我姐也不同意 连我大嫂不同意 我爸妈也不同意 这个不同意 那个不同意 我就问你 你同不同意 由你自己来做决定 那我总得要就是 经过他们的同意我才会幸福啊 如果我就这样炸给你 我感觉我都没有 那家里面的人都不祝福我 不赞成我不同意 那我们结婚也没意思到 都说我娘找的回不了 那你爸妈也没有说 给你介绍相亲对象啊 没有 没有 是你太重了吗 哎呀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那里 一般娶老婆都是靠自己去外面去找的 因为毕竟生活在大山里面嘛 是不是 那如果娶不到呢就打光棍了 肯定呢 我娶不到 我不是说娶不到 我是说 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我另外找完 我又不是说娶不到 有这么好找 你就不至于 现在三四十岁娶不到咯 哪有这么好找 你以为像我们女孩子 缺个胳膊缺个腿的 还可以找一个大老板呢 还找一个小白脸呢 你想多咯 以前去城里面也去借过几个 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没房没车 条件也那么差 现在你也没房没车啊 我现在有房小挑有车了 我有这个条件了 我没房没车 哼 你还会去我家吗 那个房子农村都要 我都准备想买 我跟你说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要是没嫁给我可惜喽 好吗 是吧 你嫁给我以后就不用干活 天天在家里面 玩手机看电视 是 说来说去呢 你就是想结束单身是吧 对 哈 但想结束单身 你也要按步骤来呀 我也知道你三四十岁的人 想结束单身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问题是我这边 没有搞搞好啊 其实啊 如果我想 娶个老婆啊 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小空愿意 什么事都 都不是问题 是吧 啊 愿意的话就 我们就回归零了 去 你看看按什么步骤了 去买戒指 买项链 还是买什么的 都要买 啊 都要买 就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 你这样太突然了 啊 突然什么都突然 如果你这样不考虑 所以我在这我走了 走了之后我就不拿这里了 我告诉你 真的是 你这好好想想吧 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哎呀这个小勇啊 说想结束单身了 不想再打光棍了 我也知道他想结束单身 不想就是打光棍了 都明白 毕竟啊他今年都 三十多岁了 谁不知道 但问题是 他又不按我们这边的步骤 就说要拿户口盆结婚登记 怎么可能吗 我们这边如果真正要结婚的话 要走很多步骤的 他不就是担心他三十多岁了 没娶到老婆 又怕我这边相亲成功了 他真的真正的打光棍了 所以说啊他 左怕右怕的 哎呀 待在这里真的是 也不是个办法 哪天呢我真的是 跟他说清楚 说明白才行 叫他回去 让他姐啊 或者他爸妈跟他介绍 那个相亲对象吧 我这边呢我也不是说不同意 我主要是现在 我是想着创业成功了 买房买车了 再考虑结婚的事 他这边呢 就想着农村有房啊 买了干啥啊 结婚生个小孩给我就可以了 就把我当这个 就是生猪仔的玩具来那个 怎么可能嘛 那女人不可能一再给你就要生小孩 是不是 我肯定要过一下二人世界啊 肯定去浪漫一下 他就没想过这一点 动不动就生小孩 然后结婚 怎么可能嘛 倒想了倒没 他不知道我们女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哎呀